恶魔泰坦是马桶们的终极反派 他拥有比其他泰坦强十倍的力量 在接下来的一百天里 我将作为恶魔泰坦利用黑暗能力来战胜联盟 我能击败神泰坦吗 还是会被神泰坦永久放逐 第一天 我作为一个婴儿恶魔泰坦被召唤到城市 我疑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神泰坦出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成功了 现在我会消灭你们所有人 泰坦释放他的力量 一个接一个地杀死我的人民 他的力量如此强大 以至于我只能逃跑 就在这时他的一次杂乱攻击直直地朝我飞来 小心 我的兄弟米洛跳了进来 他救了我的命 米洛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们得跑 第二天当米洛和我以为我们逃脱时 我们碰到了神圣联盟成员的封锁 恶魔泰坦 你必须得接受惩罚 这时米洛递给我一个叉子武器来自卫 当光明力量包围我们时 我用恶魔武器与米洛一起击退了天使泰坦们 这时神圣摄影师们开始从屋顶围攻我们 我们被迫躲避 我们走 我们朝梯子跑去 爬上了建筑物的屋顶 这时神泰坦出现在我们上方 愚蠢的恶魔 你们中没有一个能逃脱我的光明 神泰坦一闪而过 将他的光明力量释放到我和米洛身上 第三天攻击的尘埃落定 但不知为何我活了下来 我环顾四周的废墟 发现米洛受了重伤 兄弟我很高兴你没事 请继续活下去 作为我们种族的最后一名成员 不要让神泰坦逍遥法外 几秒钟后米洛伤重而亡 我愤怒地开始攻击神泰坦 但很明显我当前的力量远远不够 多么可悲的表现准备死了 巨大的弓再次发动攻击 但突然一个传送门在我身旁破开 一个恶魔司机笔跳了出来 别傻站在那块过来 我抓住机会跳进传送门 躲过了神泰坦的致命攻击 第四到七天我穿过传送门来到另一个领域 现在我身处司机笔基地 为什么你救了我 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你是被选中击败神泰坦的恶魔泰坦 我的新盟友带我去他们文明的中心 那里矗立着一座巨大的恶魔雕像 他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力量吸引着我走近 我触摸了他 导致我的力量突然爆发 我的叉子武器被加强 我的身体变得更大 长出了恶魔翅膀 我感觉棒极了 这就是我的真正力量吗 没错利用他们来击败神泰坦 这时大地震战 神圣泰坦入侵了基地 他们找到了我的位置 我们得把你带出这里 第八到十天我和恶魔司机笔 寻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难航 就在我们以为我们逃脱时 泰坦监控人影响人和电视人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利用我的恶魔力量 试图同时控制这三个泰坦 然而这时神泰坦从天而降 你不会用你的黑暗俯视我的人 他发射一道光束照射在泰坦身上 使他们充满神圣力量 他们的身体在我眼前变化 变得比以前更强大 然后神泰坦身上天空离开 三个神圣泰坦开始接近我 无幸的是我的恶魔能力 再也无法对他们产生效果 你需要找到恶魔之时 这是唯一能消除他们光明的方法 恶魔司机笔推开我 让我逃跑 然后我展开翅膀飞走了 第十一到十四天我正在飞行逃跑 这时我看到一本恶魔书放在一个高山的顶端 我朝它飞去 但一个天使机器人挡在我面前 离开这本书恶魔 我是天使守护者 准备战斗吧 他用他的光明攻击我 而我则用我的恶魔波攻击还击 很明显我们势均力敌 但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里 然后我飞走试图甩开追逐者 最终我成功抵达恶魔之时并拿到了它 这时天使守护者赶上来了 他将所有力量凝聚成一次巨大的攻击 重力开始压在我身上 我开始沉入地底 不知不觉间我被拽进了山下的深处 第十五到十七天我降落到山洞深处 抬头一看意识到守护者已经把我困在地下 还好我有了恶魔之时 但现在看起来我得想办法离开这里 我开始在洞穴里徘徊 直到最终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天使基地 一个传送门在后面被神圣泰坦保护着 我飞进他们的基地开始释放我的恶魔能力 他们试图用他们的天使武器反击 但与以往不同 我变得更强大了 我用我的恶魔波攻击将他们打倒 但当我朝传送门走去时 传送门突然停止运作 然后警报开始响起 基地的武器系统启动 几个炮塔上线并瞄准我射击 我迅速找到了打开传送门的开关 并在射击中跑向掩体 打开开关后传送门重新启动 我飞奔向传送门 一跃而入 第18到21天我来到传送门的另一侧是上层世界 这时我看到恶魔盟友们被神圣泰坦囚禁着 你们不会逍遥法外 但我已经抓住了你们珍贵的泰坦 只要我有神泰坦的祝福 你们无法伤害我 这是你的错觉 我毫不犹豫地飞过去 开始用我的恶魔波能力攻击泰坦 但神圣泰坦非常强大 他用他的神圣锤攻击回击 我飞到空中躲避攻击 然后对泰坦发动反击 让他暂时处于脆弱状态 你的灵魂是我的了 我激活了恶魔能力 并剥夺了泰坦的神圣保护 我的恶魔力量控制了泰坦监控人 他变成了像我一样的恶魔 泰坦摄影师释放我的人 被控制的泰坦遵从我的命令 破坏了囚禁的笼子 就在此时泰坦电视人出现 我试图再次激活我的能力 但他使用屏幕攻击将其烧 第22至25天我利用被附身的泰坦 阻挡了泰坦电视人 大家都跑吧 我会处理他的 恶魔司机部带着同伴逃跑 而我试图支援控制的泰坦 但即使我们联手 泰坦电视人的力量太强大了 他的力量让我们简直无法匹敌 如果要控制他我需要那个 这时我和监控人一起撤退 我们飞到我们的同伴聚集的附近悬崖 你把他击倒了吗 他的神圣护盾无懈可击 我需要能够剥夺其他泰坦力量的东西 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帮到我们跟着我来 我跟着他来到一个远古闻名的恶魔神庙 我能感觉到里面有什么东西 正当我进去时我突然触发了一个陷阱 门在我身后关闭了 然后岩浆涌入房间 第26至28天我被困在一个充满岩浆的房间里 我的攻击力不足以强行突破 我需要快速找到出路 我利用翅膀飞过岩浆四处寻找出口 这时岩浆开始缓缓向我靠近 但当他触及我时 我却毫发无损 恶魔似乎对火有抵抗力 有了这个心发现我潜入岩浆中 发现对面有一个巨大的洞穴 里面有一座古老废墟 在那里有一个恶魔石等待着我 我走进基座抓起石头 这时我变身为一个更强大的恶魔 我获得了额外的心和心力量 就在这时周围的洞穴开始震动 一个守护者出现在我面前 只有在战斗中证明自己的才能拥有恶魔石 第29至32天我与守护者激战 我用全新的激光能力 对守护者造成了巨大伤害 你确实是恶魔的后代 但你能承受得了这个吗 他用火球攻击出气不易地击中了 我被击飞导致手中的恶魔石掉进了岩浆池中 失去石头后我恢复了之前的状态 我对守护者使用了一剂致命的刺激攻击 结束了它 我转向岩浆池准备去找回石头 但一声爆炸打开了附近的墙壁 我看到泰坦音响人站在我面前 终于找到你了 你将和这座神庙一起毁灭 它对周围的神庙释放攻击 地面开始震动它要倒塌了 我现在必须逃跑以免被压碎 第三十三至三十五天 我在神庙倒塌时勉强逃脱 神庙只剩下一片废墟 唯一留下的是一大片岩浆 恶魔石就在那里 我该怎么找到它 这是一个潜水司机笔从岩浆中冒出来 他拿着恶魔石出现在我面前 他毫不犹豫地将石头交给我 然后地面开始震动 我们四处看去 看到震动的源头 那是什么有东西过来了 快抓住这块石头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泰坦音响人出现了 你不会轻易得到这块石头 泰坦将我击退 对我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 不要再逃了 我要永远将你送回地狱 我来处理这块石头 你去对付它 没问题 第36至39天 我与泰坦音响人激烈对抗 他对我使用了音响攻击 我用恶魔波攻击反击 但只要他有那个神圣护盾 就不可能打败他 那块石头有进展吗 稍等片刻 我的分心让我受到音响人重重一击 再来一击我就完蛋了 这时我看到潜水司机笔已经解开恶魔石 他将石头扔给我 我迅速抓住并使用他控制了泰坦发言人 然后我恢复了升级形态 看来我只能使用这块石头一次 但至少我有另一个泰坦站在我这边 泰坦电视人出现 这时音响人向天空释放音频 召唤了被附身的泰坦监控人 他飞来重重击中了泰坦 让他晕头转向 他们一起包围了泰坦电视人 第40至43天 我重新与被附身的泰坦们会合 电视人被困在一个笼子里 你想要什么恶魔 告诉我神泰坦在策划什么 你这么想知道 那就去问他自己 突然他的屏幕变成蓝色 神泰坦出现在天空中 你真以为我会毫无准备的来吗 你可能得到了我的两个妻子 但你不会得到我最忠实的追随者 神泰坦利用他的力量 赋予电视人更多光明 他变得更强大 冲出笼子向我袭击 我被附身的同伴保护着我 但他的攻击如此强大 把他们都打倒了 然后神泰坦向我袭来 我拼命逃跑 我看到前方有另一个传送门 我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 第44至46天我逃回了司机笔基地 在上层世界怎么样了 不太好 我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附身泰坦电视人 但恶魔石已经被摧毁了 有一个马桶可以帮忙 但他对外来者并不友好 恶魔司机带领我前往一个实验室的入口 我进入了实验室四处查看 那里昏暗无人 有人吗 你怎么敢闯入我的实验室 这时一个恶魔科学家从我身后窜了出来 他用恶魔力量袭击我 我勉强躲过 并以恶魔波还击 他被震慑了片刻 停下我并不想和你战斗 我听说你能够去除神圣泰坦的祝福 我不信任你们这种人 你需要证明你是站在我这边的 你必须救出我的女儿脱离联盟的囚禁 第47至50天恶魔科学家 急步带我前往地下世界的联盟监狱 那座建筑被神圣卫兵包围着 我的女儿被关在里面 但我无法进去 我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来救她 交给我吧 你很快就会知道我是盟友 我飞向空中从上方发动恶魔攻击 恐吓监狱并消灭了卫兵 我降落到监狱 以为已经消灭了所有人 但神圣泰坦电视人突然出现 你是怎么到达地下世界的 这是我的监狱 我与他对峙 他是一位强大的对手 我们你来我往的交手 多亏了我的升级形态 我才能与他抗衡 在战斗中我听到科学家的女儿呼救声 不幸的是当我背对着她时 电视人抓住机会对我发动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时恶魔科学家出现保护我免受神圣泰坦的攻击 快去救我的女儿 我来拦住他 我飞到监狱的另一个地方 找到关押他女儿的牢房 你是谁 我来解救你 跟我走 我解救了他 我们一起逃离监狱 恶魔科学家击中了泰坦电视人将他击退 然后我们一起逃回实验室 恶魔司机比格一与女儿团聚 爸爸他救了我 他是个英雄 看来我对你误会了 恶魔泰坦拿着这个 科学家扔给我一张地图 他将引导你找到一枚古老的恶魔遥控器 是制服那个电视人的绝佳工具 进入仓库查看周围 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我继续搜索直到看到墙上的标志 打开门找到三个隐藏的金色电视 我还没看到门在哪 但我最好找那些电视 我在仓库四处搜寻电视 发现一个藏在箱子后面 不久后我在上方的走廊上找到了另一个 两个找到了还有一个 但我似乎找不到第三个 突然我看到一个地下室我尚未探索 穿过地下室来到一个房间 里面摆满了电视 一扇巨大的上锁门在一侧 门上肯定有最后一个金色电视 然后我开始砸毁货架 在我的暴行中 我不小心踩到了脚下的压力板 情况不妙房间开始震动 仿佛随时会坍塌 我迅速集中恶魔力量 释放了一道冲击波 摧毁了所有货架 然后我找到了最后一个金色电视 当我抓住它时 秘密门打开 显露出一个隐藏通道 这时仓库四周开始坍塌 我跑过通道 成功躲过了被埋的命运 然后我前去分散泰坦电视人的注意 趁机控制了它 因此它也变成了一个黑暗泰坦电视人 现在释放我的手下来 电视人听从我的命令 打开了囚禁我的恶魔傀儡的笼子 我的军队回来了 现在所有的泰坦都是我的了 不是所有的 我转过身看到了神圣泰坦石中人 还没来得及反应 他激活了他的时间力量 停止了时间 将我冻结在原地 是时候为你的罪行负责了 第62-64天我在监狱牢房里醒来 我试图用我的叉子攻击牢房内部 但无法破开它 放我出去 石中人默默地看着我 直到他对另一个人开口说 他现在准备好见你了先生 当我看到神圣泰坦亲自落到我的面前时 我感到震惊 他们终于把你困住了 你给我们惹了不少麻烦 我不明白我掌握了所有泰坦 这个中人是谁 你真是目光短浅 还有其他唯独的泰坦 石中人就是其中之一 不要躲在你的手下后面 放了我 我会和你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我不会为了和你战斗而玷污我的手 这时我发动全部力量 对着牢房门发动多次恶魔攻击 神圣泰坦和石中人大为惊讶 我竟然成功打破了门 我冲向神圣泰坦 但他比我想象的更强大 他用一击将我击退到牢房内 你竟然试图攻击我们的神 你会为此受到惩罚 神圣泰坦随后利用他的力量 打开了我脚下的地板 将我扔进了一个陷阱中 第65至67天 我坠入了神圣泰坦的陷阱中 最后一刻我的翅膀救了我 我停在了一潭圣水的上方 我绝对不想碰那圣水 对恶魔来说那是致命的 我需要想办法离开这里 我试图飞离坠落的地方 但上方的出口被堵住了 这里一定还有其他出口 我飞下去 最终发现了一扇古老的奇怪门 周围有两个缺失的插槽 门上有一个标志 如果你配得上就跳下去寻找你的奖励 我回头看了一眼圣水 发现我需要的缺失部分就在水底 如果我不能游下去 只能摇晃他们松动 我迅速用武器刺破地面 成功摇动了那些方块 他们漂浮到水面 我抓住他们 放进插槽门打开了 这时房间开始摇晃 仿佛随时都会坍塌 我拼命逃跑 第68至72天 我穿过坍塌的洞穴 一块碎石掉在我身上 损坏了我的翅膀 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了 我继续穿过隧道 最终来到一个充满圣水的障碍物前 飞行不是选项 游泳也不行 我走到坑洞的外延 小心翼翼地开始横穿 注意脚下以免失足 当我几乎走到对面时 我站立的边缘开始坍塌 如果我想成功过去 就必须要冒险一跃 我跳了起来勉强到达对岸 然后我四处寻找出口 却发现一个磁铁传送门 这是通往哪里 这时我感觉地面震动 一切都快要坍塌了 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我跳向传送门 第73到75天 我来到了地底世界恶魔斯基比文明的中心 你们是谁 我在哪里 我们是斯基比马桶的盟友 就像你一样 我们打开了那个传送门 来拯救你脱离神泰坦的威胁 谢谢你的帮助 但只要有神泰坦的祝福保护 我就无法击败它 我想我们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你 恶魔斯基比带我去另一个地方 一个恶魔磁铁物品在等着我 它可以解除泰坦身上的保护法术 这正是我需要的 我正要抓起那个物品 这是一群发光的迅猛龙部之何处 冲出来试图阻止我 我冲上前去与它们战斗 不幸的是由于无法飞行 我的闪避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但我仍然拥有恶魔泰坦的力量 迅速削减它们的数量 最后一个倒下后 我跑过去抓起磁铁 这是一股治愈能量穿过我的身体 恢复了我的健康和翅膀 第76到79天我回到了神圣围堵 我立即展翅飞向天空 我找到了神圣泰坦石中人 他正在囚禁我的泰坦 石中人猜猜谁回来了 你怎么还活着 我们恶魔比你想象的更强大 泰坦石中人试图再次停止时间 但我在他之前部署了恶魔磁铁 使他的能力无效 我看到你有一个恶魔磁铁 无所谓我不需要停止时间来打败你 他用石中枪攻击我 我用恶魔攻击进行反击 这家伙很强大 当他再次发射石中枪攻击时 我挑过攻击 用我的叉子武器把他击倒 让他晕眩 我激活了恶魔磁铁 消除了他的光明保护 现在你是我的了 我抓住机会使用我的控制力量 让他变成了恶魔泰坦石中人 这时泰坦钻头人从地底挖了出来 他来提供支援 你是最后一个会被控制的泰坦 你不会俘虏我 在我采取行动之前 钻头人召唤了一个光之传送门 我被拉进去 第八十至八十三天 我出现在奥林匹斯传送门的另一侧 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被光之屏障包围的决斗场内 我又进入了另一个围堵 我不喜欢这种情况 这时神泰坦无形声音在头顶回荡 你现在身处我的领域 突然大地开始振战 沉重的脚步声传来 我从声音中可以感觉到 有着巨大而凶猛的生物正在靠近 那是什么声音 我的勇士已经为我战斗了一个千年从未败北 喜欢惩罚那些被送到这里的人 我必须离开这里 我飞起来试图逃离 但发现自己被困在光之穹顶内 我试图冲破屏障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在下方我听到勇士越来越接近 尽管挣扎吧恶魔 你只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结局 这屏障的符文是在一个垂死的恒星之心中锻造的 我的勇士会把你活生生地撕裂 找到回到我的维度的方法 第84-86天我在奥林匹斯飞速穿行 直到神泰坦的勇士在追捕我 如果我放慢脚步肯定会被抓住 最终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门 但令我失望的是它处于未激活状态 看起来是缺了一部分 但我能在哪里找到呢 我想我可以帮忙 我转身发现一个没有头的天使站在那里 你是谁 我是天使凯文 我从未见过有脚的人在这里 我喜欢脚 他们让我想起山羊 山羊是我最喜欢的动物 如果你能告诉我传送门缺失的部分在哪里 我可以给你脚 真的吗 你能教我如何长出小胡子吗 于是我得到了一个新朋友 一束神圣之光照耀在凯文面前 他召唤出了我正在寻找的部分 谢谢现在轮到我兑现我的承诺 我利用我的邪恶力量占据了凯文 就像我对付泰坦那样他长出了脚 成为了一个没有意识的仆从 然后我安装了缺失的部分 传送门重新激活 通道打开了我穿过了它 第87-89天我通过传送门来到了另一层 但仍然身处神圣的围堵 这个地方比我想象的要大 这时大地在我脚下震动 我转身看到勇士从传送门走来 是时候测试你的力量了 勇士用攻击袭击我 夺走了我几颗星 我用我的恶魔攻击进行反击 但勇士非常强大冲破了我的攻击 准备再次攻击我 我需要支援 这时凯文跳过传送门 向勇士飞去 他与勇士迎头相撞 数次猛击最终将他击退到传送门里 我也跟着进去 传送门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个恶魔电池 也许这可以用来剥夺神圣保护 就在此时泰坦钻头人降临阻止我 第九十至九十二天 他利用力量攻击我 我试图靠近他还击 但他钻入地下 搅乱了地面 使我难以接近 然而凭借我的翅膀 我能够飞向天空 从上方发射恶魔攻击 他发射他的钻头光束攻击 但我能够飞行绕过 我的抛射物很快就开始命中钻头人 是时候加入我的军队了 我用恶魔电池剥夺了他的神圣保护 他现在变得脆弱 我占据了他 将他转变成了一个恶魔泰坦钻头人 我获得了五颗星和星的力量 现在所有的泰坦都在我掌控之下 我只需要找到天使们藏匿的地方 这是一张地图 可以帮助你找到他们 太方便了 谢谢新盟友 他挖了一个向下的洞 让我开始搜索 第九十三至九十五天 我在地下洞穴中寻找被占据的泰坦 我发现第一个被困在一个充满红宝石的洞穴中 我试图用力破解他们 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也许他们会对我的一些恶魔力量做出反应 我使用我的力量宝石全部粉碎 打开了道路释放了被占据的泰坦 我继续搜索 直到找到另外两个主要泰坦被困在一个光之笼子中 我飞到笼子上方用头撞击 破开了笼子释放了他们 只剩一个了我探索着 最终在一个洞穴里找到了最后一个泰坦 他并没有被困住 这让我对所处的区域感到不安 扑从过来 但小心你的脚步 被占据的泰坦走近 但他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压力板 我刚刚说了小心你的脚步 你根本没听到吗 突然警报响起 通知神泰坦我们的存在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告诉其他泰坦在底下见我 泰坦四散逃开 一个通往底下的传送门在我面前出现 我在神泰坦赶来之前穿过了它 第96到98天我回到了司机比弟弟世界 并与所有被附身的泰坦团聚 恶魔泰坦回来了 最后的战斗即将来临 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我们支持您先生 这段旅程很艰难 但很明显那些神圣的怪物也很脆弱 有了泰坦在我控制下 我们可以摧毁神泰坦 每个人都做好了准备 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应该如何前往奥林匹斯呢 别担心我们这些恶魔司机比 也一直在努力工作 厕所拉下一个拉杆 降下一个巨大的红色帘幕 揭示了通往奥林匹斯的传送门 这将带我们直接到神泰坦堡垒 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们 奥林匹斯的神奇力量很强大 使我们无法传送到那里 然后我释放我的力量 将恶魔能量注入传送门 使其锁定奥林匹斯的位置并激活 不可思议 您确实配得上领导我们对抗神泰坦 我们将毫无疑问地跟随您 我不会让您失望 是时候了结这一切了 第99天我率领着恶魔司机比军队 和被附身的泰坦入侵了奥林匹斯 然而当我们到达时 神泰坦的军队已经准备好迎接我们 是时候为我的人民复仇并赢得这场战争了 我们奔向战斗 恶魔司机比和泰坦专注于消灭神泰坦的步兵 而我则专注于冲向神泰坦的堡垒 他们为我开辟一条通往神泰坦的道路 您需要对抗神泰坦 在他扭转这场战斗局势之前 我知道了大家挺住 我向前冲渗入堡垒 但当我接近时 一只神圣的蜘蛛突然出现阻止我 你不会伤害神泰坦 你这个恶魔 蜘蛛向我冲去 但在他接近我之前 我精准地释放了恶魔阴暴攻击 立刻将其消灭 然后我继续向着神泰坦的堡垒进发 第一百天我将落在神泰坦的堡垒内 他正在巨大的圆形竞技场内等待着 你竟然擅闯我的领域 并且夺走我的泰坦 没错接下来我将夺走你 这话不清 来自一个卑微的恶魔 我召唤你是为了清除你在世界上的邪恶 除非我的任务完成 否则我不会停止 你召唤的黑暗将会先杀死你 我冲向神泰坦 他也朝我扑来 我使用恶魔攻击试图让他处于下风 但他不肯让我 他挥舞着剑将我击退 尽管我已经升级 但他依然能用巨剑攻击对我造成重创 我用火球攻击回击 他的神圣盔甲比其他泰坦的更为坚固 我计划让所有恶魔的灭绝 但在你所做的一切之后 我会确保你们的种族遭受永无宁日 我使出了全力动用了我所有的能力技巧力量 我终于突破了他的神圣盔甲 我这不可能 你会毁灭我们所有人 我最终以致命的恶魔一击打倒了神泰坦 彻底战胜了他 我以司机比马桶的名义赢得了这场战争